大家好 欢迎来到MEDS学院 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如何通过程序操纵的Redis 那在之前呢 我们操纵Redis都是通过我们Redis自在的 这个客户端管理工具 Redis CLI来进行一个操纵 想说你想set一个 Test12345 值呢是hello 没问题成功 get一下通过这些命令来实现的 得到这个值 这是通过命令行的形式 来操纵我们的Redis 那现在通过程序来操纵Redis呢是一样的 就跟我们说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MySQL构端管理工具 来操纵我们的MySQL数据库 我也可以通过PRP提供的 我们这个MySQL函数库 来操纵我们的数据库 效果是一样的 实现的功能也是一样的 那现在呢 我们就想通过PRP来操纵一下我们的Redis 这也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来给大家写一下 第七个 通过PRP操纵 Redis 那现在讲通过PRP操纵我们的Redis呢 我们官方推荐了两个 一个是我们的PRedis PRedis 另外的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PRPRedis 这样两个都可以 那PRedis呢是完全使用PRP代码实现的这样一个原生的客户端 而我们的PRPRedis呢是使用我们的C语言编写的一个PRP扩展 那当然呢 那在功能上两个都差不多了啊都是来操纵你的Redis 那性能上来说肯定是越近距离底层 它的速度是比较快啊 那其实呢我们的一个PRPRedis呢速度要快一点 但是呢你除非执行大量的这个Redis命令啊或者操作 那否则呢很难区分二者的一个性能 而我们在实际应用中呢我们执行Redis命令的开销 更多的不是说这个执行这个命令 而是我们什么呀 是在网络的传说上 所以说单从这个客户端为例啊 其实他们两个真的差不多啊 效果上差不多 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课上呢 我们就使用我们这个PRedis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但是需要注意的啊 使用我们的PRedis要求的是PRP版本啊 使用PRedis做演示啊 要求PRP版本要大于5.3 这一点需要注意啊 那首先呢现在想使用我们的Redis呢啊 那需要先来抬起我们的扩展 需要来下载一个扩展 那下载一个扩展呢可以看到在这儿 可以来啊在这个网址上 来下载我们这个PRPRedis这个扩展 一个DRL文件 当然在这里边我已经给大家下载完了啊 在这儿可以看一下 解压一下文件 这里边呢有这样两个文件 那接着将下载好的这个DRL 需要放到我们的一个PRP扩展目录中 把它俩拨备过来 放到我们的PRP扩展目录中 5.4有一个ext 粘过来就可以 好粘过来之后还没有完事 需要配置一下我们的PRP配置文件 在这儿来给大家写个步骤啊 首先啊 首先啊 下载安装 还需要来配置一下 配置PRP配置文件 PRP.ni 需要注意的是啊 我们需要按照这个顺序来把这个扩展添加进去 按照extension等于先要写我们的这个PRP IT Binary.dil 接着散往下 extension等于 PRP Redis.dil 按照这个顺序来写才可以 否则呢就会报错 接着写完之后保存 保存 重启服务器即可 好我们来试验一下 找到我们的PRP配置文件 在这里边的我们来打开一下搜索一下 在这儿在一堆扩展的来写吧 extension 这儿 我们找到写上extension 先要写的是我们这两个 或者把它拷过来就可以了 刚才刚写完 这两个拿过来 按照这个顺序来写 好放到这儿 还要注意 如果你要看一下 你的extensionDR 是不是已经配置到 我们ext目录所在的位置了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ext所在的目录 没问题 成功 保存之后 我们需要来重启一下服务器 好 先把随小化 重新启动一下我们的 APP器服务器 重启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 peerpinfo 来看到我们的peerp 这个redis扩展 是否已经可用了 好 接着呢 我们打开 在这里边呢 我们来一个demo 写成一个peerpinfo 试验一下 看看我们这个redis 是否已经 这个扩展 是否已经开启 来 接着我们运行一下 这就要我们保存到哪儿了 保存到mysed用 我们来改一下啊 是不是已经重新指定一下 找到我们的这个配置文件啊 应该改了我们的主目录了 把它改回来就可以 来看一下 在这儿啊 指定一下我们的mysed用 把他也开启 接着重新启动一下服务器 好 这里边就有了 来看一下我们的test redis demo peerpinfo1 接着我们在这里边呢 搜索一下什么呢 我们的redis 好 看到这一块 证明已经启用了 我们的redis 已经启用了 没问题 启用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程序 来操纵我们的设计库了 看好了我们的配置步骤 在这儿已经给大家写得很清楚了 注意 一定是按照这两种形式 来进行的一个操作 保存之后呢 你可以通过peerpinfo 来进行的这样一个 来进行的这样一个 显示 看一下我们的redis 这个扩展 是否已经开启了 按照我们的一个page呢 肯定就不会出错了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page成功之后 我们怎么来用 怎么来用 首先先来测试一下 你可以直接这么来写 再来一个test test1 你可以new一下 到了redis 可以new一个redis 接着你先看一下 是否可以printr 是否得到了我们这个redis对象 来运行一下 redis object 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个对象呀 那接着我们想操纵的话 需要来连接一下 连接一下我们的服务器 接着指定一下 你可以通过谁呢 通过 到了redis 叫connect 连接一下 第一个我们福西的地址 和cohost的 指定一下端口号 默认的6379 连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 选择一个数据库 redis 可以通过select 来选择我们的数据库 选择零号数据库 再往下呢 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个值 或者得到一个值 你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边 刚才是不是刚设置了一个test 12345啊 值是hello 接着你想得到这个key的值的时候 是不是通过get来得到呀 同样的 在这里边你想得到这个值 可以直接通过redis 叫get 得到哪个key的值呢 得到一下这个test12345 看一下是否能得到 那echo一下 hello 我们刚写的 那接着我们再来设置一个 可以得到 也可以设置 到了redis 掉 set一下 设置一个key 然后说写成一个 我们先把它所有的都清空了啊 flash 好 再case一下 现在是没有的 接着呢 这一次我们先不得了 先来设置一下 set一个key 直视呢 this is a test 再往下 你想得到的时候 echo一个 到了redis 这样 get一下 这个key 你看是否和我们在这个 扣端中写的这个命令 是一样的呀 这也是为什么之前 花了大量的时间 带你了解我们redis 扣端中 常用的 根据不同的数据 类型中的一些 常用命令 好 你看 this is a test 已经得到了 这个没问题 可以设置 也可以得到 那现在呢 假如说你执行完毕之后 我想关闭这个连接了 可以通过redis 叫close 然后redis 叫close 关闭连接 关闭连接之后 你说再走到一下这个key 你看一下是否可以了 肯定不可以 好 报了一个什么错误啊 致命错误 没有找到啊 这个redis 抛出的这样一个一成 首先你是看不到的 因为已经关闭了连接 就没有这个对象了 对吧 这样的效果 这是我们直接通过redis来写的 那接着我们说课上呢 我们通过的是谁呀 通过的是我们的这个 predis 来给大家做的演示 predis 那可以看到在这呢 以前下载好了这样一个predis 它是纯peerp写的这样一个redis 扣端 在这里边呢 有像我们的bin呀 包括examples 还有src 等等 还看到有一个什么呢 autoload 这个呢 是我们自动加载的一个文件 看好了 自动加载的一个文件 在我们这里边呢 用到了我们这个 新增的一个命名空间 命名空间 来自动加载一下我们这个redis 这个类 那想用它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来用呢 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主要是通过它来做演示啊 在这里边 再来一个 testredis 需要来包含一下这个自动加载的文件 当然了以后呢 你可以把它放到你的项目中 如果你的项目中已经写好了这种自动加载呢 你就可以不用再写了 第一步来包含一下 require once一下 点点斜线上层的 predis 到 1.0 下的 autoload 点p2p 如果成功包含过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new了 new一下 p redis下的 口端 collect 到了redis 接着可以看一下 分开一下到了redis 也可以 看一下是否能加载到啊 好 得到了是一个什么呀 我们的redis 客户端的一个对象 在这里边呢 有这么多 你可以来看一下 有这么多对象 包括这里边的这些 你看keys 就是我们使用的这些常用的命令 这里边是不是都有呀 对吧 和你在命令行中写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那有了这个对象之后 我们就可以像按照正常来操作的时候一样 你想得到一下什么呢 你想来 咱们这次不答应了 得到这个客户端对象之后 我先选一个数据库 redis -select 来选择一下 0号数据库 第一个数据库 选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来 假如说你想设立一个key 叫了redis 还是调set key 1 值呢是 hello wall也可以 好 接着再得到一下 如果成功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 iplo一下 redis 表 get一下 pe 就可以得到了 刷新 hello 那接着我们再来试验一下 来一个中文的 是否可以 也可以 我们来试验一下 再准备一个 我们只是拿简单的命令 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叫set一个key k2 2 值呢是mess学院 学院 学院 好 接着再来得到一下 echo一个到的redis ipload 带他一下 带他一下k2 看一下是否成功 mess学院 得到了 那真正的这里边呢 也有这两个key 你写个k4星 是不是多了一个key key k2 我们刚收制的 没问题 证明通过程序 也能操纵 我们的数据库 但呢 有的同学还想了 那现在你看 连接客户端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指定 我们的服务器 对吧 包括我们的端口 如果改了端口 怎么办 也可以 再来第三个 来看一下 test redis 3 这一块呢 一样的 我就不带着大家 再来写了 稍微有些 不一样的 假如说你修改了 我们这个协议呀 包括我们的这个 端口啊 服务器呀 就可以来指定一下 还是 new一下 predis中的 client 指定一下 你可以写上 我们的page configure 可以放到这里 那这个page呢 就是一个数组 redis 接着指定一下 到了configure 你可以指定一个协议 假如说 你的协议scammer 用的是我们的TCP协议 指定一下 我们的host 主机 localhost 指定一下端口 pod 默认的 我们是假如说 六三七九 还是因为我们有改变 来试验一下 是否可以 分他 到了redis 第三个 也是可以的 在这里看到 也是可以的 没问题 所以说当你修改之后 你看 在这里边 有这样一个page参数 scammer host pod 包括 写错了 是s-ch-e-me 重新来 刷新 你可以通过数组的形式 来进行一个page 进行一个page 没问题 这样的效果 当然你还可以 看 设置一下我们的超时 等等 你可以自己来看一下 里边的这些内容 那接着这里边 这些命令 和我们在之前讲的 都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使用的时候 也是一模一样的来使 刚才我们只是拿 这个zip chart 常用的命令 做了一个操作 那下来之后 大家也自己来试验一下 把这些常用的 试验一下 那现在这课 我们会拿一个实例 来看一下 我们的redis 在我们的实际 开发中 要怎么来用 首先你先按照 这个讲的 把它配置成功 接着才能跟着我 一起来完成这个实例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